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三日电中国大陆手机商小米集团即申请在香港上市外,又宣布 与香港长江和即实业合组全球策略联盟,在长河的零售店销售手机等智慧型产品 据公布,小米产品初期会在长河旗下香港、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意大利、瑞典及英国等商店推出 长河是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企业 今早,香港交易所刊登了小米的招股书公开说明书 小米正申请在港上市,且渴望是首家以同股不同权的方式在港上市 港交所已实施新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 企业若采用新模式上市,即使仅拥有少数股权,也可以掌控公司的经营权 根据招股书,蔚来在港上市的小米股票分为A和B类 A股每股有10票投票权,B类每股有一票投票权 有媒体报道,目前小米董事常雷均持有约三分之一股权 另据报道,小米在港上市的集资金额最少达到100亿美元 公司估值最高可能达1000亿美元,有望成为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以来 全球最大的股票上市案 编辑,邱国强10705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